荣耀发财快保 大仙什么都知道 距离阿柯一年以前被小卡一刀化 终于迎来了较为可观的加强 此次加强减少了阿柯进入隐身状态的延迟时间 换而言之就是提升他在团战中的存活率 与背后gank的成功率 口说无凭 咱们直接来看一下正式服务中阿柯开大的效果 与体验服的对比 正式服阿柯开大后 民生有一秒左右延迟时间 志强在团战阿柯切人成功后 虽然能秒刷大招 但不能秒进隐身状态 这小小的一秒钟就可以让人 预判到阿柯的下一步动向 也可以给对方的控制英雄 一个缓冲控制的时间 真是张良狂想让阿柯露泪 但体验服务者开大后 秒隐身的丝滑手感 简直比沙山上的阿姨丝巾还要滑上几倍 像张良这类硬空英雄 除非在打团的时候 一直盯着阿柯的位置 手不停的在大招上点 才有可能第一时间控到阿柯 一旦那个瞬间溜过了 阿柯就可能放飞自我了 杀一个就引力 早也找不到 简直比蓝领王还百里手鱼 残血收割技恐怖如斯 小伙伴们赶紧练起来呀 而且我也是非常期待 这一次改动 我们每夜女刺客 在排位中能活跃起来 李白还应援册 我真的是打兔了呀 既然聊到了丝滑 那咱们就来说说 这位操作十分丝滑的英雄露娜 这次体验服 针对露娜的紫霞仙子的皮肤 做了特效改动 力求让玩家拥有更好的手感体验 首先是解决了技能实际效果 与特效表现不一致的问题 咱们拿一技能举个例子 体验服露娜全皮肤 都调整一技能的特效范围 使其一技能特效宽度 与实际攻击范围更加匹配 在正式服装 露娜的一技能 是可以打到特效宽度之外的单位的 而在调整过后 一技能特效明显增大 范围也更加精准了 只要在月光之外呀 那就是标不到 队友再也不用担心 被露娜盲标了呢 其次是二技能与被动特效过度相似的问题 这个改动啊 不对比着看几遍啊 还真看不出来 哎 你们发现了没有 在正式服装的露娜 二技能和被动啊 月亮都是向内缩小 但在体验服装啊 被动被改成了向外扩散 最后就是优化了紫霞仙子 三技能特效拖尾的速度感 从视觉上来看啊 原先三技能的青沙式拖尾 被改成了一道星光线 结合上紫霞生前的冲击屏障 这活脱脱被改成了一个星光冲击波啊 整体的分析下来 紫霞仙子这一波特效改动还真不赖 又闪又快的 你们觉得这个改动 会对月下无线脸产生影响吗 咱们一起搬上小板呢 期待它在正式服缓然一新吧 聊完特效改动啊 咱们再来说出S21赛季80级占领皮肤 哎 这款皮肤啊名叫狂想玩偶喵 是不是这么乍一听 以为是什么东西量身定做呀 可它偏偏是咱们的萌芽新衣服 白昼乐园中啊熬游成群的鱿鱼 萌芽伸出猫爪在水中捞哀捞 抓不住鱼的它用爪子在水中搅啊搅啊 光芒乍现 蓝鱼变鲸鱼 好家伙 萌芽复夜魔术师实锤了 那萌芽熬游在白昼乐园中啊 此时成吉思汗正在骑着狼狗赶来路上 从局外效果来看 身着喵咪睡衣的萌芽在鲸鱼做起上惊醒 童鱼儿一番嬉戏后 索性用它们做起了武器 仅看这旋转展示 是不是有点心动了呀 哎 皮肤特效可更为惊艳呢 因为篇幅有限 具体的技能特效 咱们下期再详细解说 朋友们敬请期待吧 看牙688每晚去的办 咱们不见不散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转发 拜拜